萝卜糕 120毫升 浸泡过夜 最好要超过10个小时 米泡过夜了 超过10个小时 把米过滤出来 过滤出来 方便剂量 待会要放多少水 把米放到果汁机里 我今天用小的 主要是我今天份量很小 所以这个小的果汁机就行 如果你想做多一些 按比例加倍就可以了 接下来放白萝卜 切碎就好了 我留一点 这一点我们拿来切成萝卜丝 以后放在上面有嚼劲 切一点 把蘑菇和米放在一起 这样我们只要打一次就行了 现在需要加一点水 四分之一杯 大概60毫升 这个最好要多打几次 怕这个打得不细 所以我们要暂停一下 然后让机器休息一下再打 我们要准备一下这个配料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从萝卜里面留下的一些萝卜条 就增加口感 然后还需要这个小半根的管式腊肠 要把它切碎了 切成细条 还有我要加一些紫菜 这个紫菜通常是免洗的这种 把它先切碎 剪碎了 准备在那里 不需要太多 就一点它可以提鲜 有那个鲜味 现在我们把刚才的米浆倒进一个汤锅里 现在这个米浆呢还比较浓 我还需要大约150毫升的水 我们把它把罐子里面的东西淡一下 不要浪费掉 为了口感更好一些 我会往里面加两汤匙的素粉 这个就是玉米淀粉 当然如果有澄粉就更好了 再加一些盐 盐可以稍微咸一点 然后搅拌一下 现在可以开火 中等偏小的火 这个为什么要在水里面煮一下呢 它的目的就是让它有粘稠感 蒸的时候就不会水粉分离会沉淀 马上它开始结块了 有一点点结块就要关火 这样子把它搅匀了 要不停的搅 粘糊了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萝卜 刚才准备的配料放进去 还有这个香肠 还有这个紫菜 这样就不会沉淀 这个米浆很香啊 取一个这种方合 在底下刷油 油要稍微多一点点 因为这样子便于脱模 这个会比较粘 看 这种米浆呢 它就一定不会沉淀 对吧 不会分离 就是略微有一些浓稠 给它抹平 蒸锅先把水烧开以后放进去 蒸15到20分钟 用中等偏高的火 那我们今天是用自己新鲜泡的米去打浆 就要比去直接买那个粘米粉做的 相对来说自己更放心一些 因为粘米粉呢 你不知道这个保质期有时候会放很久 主要是我们有时候放自己家里 也要放很久才来用 所以有时候那个感觉那个味道 不如新鲜的米打出来那么新鲜 当然如果你要用粘米粉做的话 那当然更方便 我一会呢 在后面会给大家一个 用粘米粉跟水的这个比例 给你参考 这看呀 只要测试一下 你看点菜里面都是熟的姜 就没问题了 干出来的时候呢 它里面非常的软 也很粘 所以先不要去动它 我们用这个刀子把旁边给它分离开一下 稍微放凉一下 然后再把它倒扣出来 这个干蒸出来的时候呢 会很软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切平整的话比较难 最好把它放凉以后再来切 你希望它平整的话 在刀上抹一些油 我们用中火来煎它 煎一下吃就很香了 我们用中火来煎它 这个萝卜和米浆搭配在一起 本身就是它有特别的香味 所以调味料上 实际上你不要有太多的去夺掉它的味道 你就是淡淡的给它一些提鲜就够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放太多的调味料 一会儿煎出来才好吃 非常地香 你要平时就是家里做早餐 或者你可以把它蒸好 然后放冰箱冷藏 可以冷藏四五天没问题 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煎 煎的时候不要煎太老 稍微外皮煎一下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辣椒酱 粘料粘着吃 还有就是说你喜欢吃软一点的那种 那就是说你多饭 哦 妈妈马上给你 你就多饭水 就水还可以再增加一点 对不对 只能吃一点点 这有咸的 这个呢 这是非常好的米香 这个米香啊 感觉太好了 就是比那个粘米粉做的真的要好很多 大家争取用自己米泡的来做 很好吃 如果你要用这种粘米粉 我建议买亚洲的牌子的 就是像泰国的或者台湾的 台湾叫再来米哈 你最好不要用西式的粘米粉 因为西式粘米粉它颗粒偏粗一些 比例是在这里 跟前面的程序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粘米粉来去代替那个米就可以了 HAPPY 你只能吃一点点好不好 待我妈妈拿鸡肉给你吃 那我们先给大家说拜拜 拜拜 把手拿出来说拜拜 拿出来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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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